歡迎收看 CV進行曲 實在有過戰 我最喜歡這個單元了 真的 我們這個美食單元 有多少回想 出雪花般的飛來 對 而且很多來信 都想知道說我們的美食 還有什麼 我們都會慢慢盡興地策劃 一集一集地教給大家 絕對不會留一首 沒錯 所以我又來了 妳來幹嘛 就是太太妳 因為我想要再多選兩道好吃的菜 又想來投選太太 而且我上次沒有吃到 我不敢遇到 我們家綺今天要努力了 我們今天除了美麗的家綺之外 還有兩位美麗的人妻 要來現場交換家綺 我們歡迎今天的人妻 曠明傑 小卓 歡迎 媽媽的獨門菜 獨門主角實在有夠讚 好時尚 還有 還有 孟天儀 好帥哦 瓜明傑 懷孕時 每天早上 跟老公所準備的 無糖熱動家 實在有夠讚 他們是要來分享他們的 配合就對了 對 真的 人妻最會煮菜了 好厲害哦 正妹人妻 美食健康操開動哦 2 1 2 3 好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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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1 2 3 1 2 3 好厲害哦 好厲害哦 你瘦好多人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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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聽到小玲姐 你講的那個 獨門豬腳那是什麼 紅門 紅燜豬腳 紅燜豬腳 我沒有聽過 獨門豬腳 什麼叫做紅燜豬腳 那是我媽媽教我做的 我媽媽的方法跟人家的方法 稍微不太一樣 她要先把蔥鋪在底下 豬腳稍微過一下油 然後放進去 蔥子以後就不能開鍋了 大概要兩個小時 給我的最大的意義 是因為她有教我 就是我媽媽在 這道菜 其實她要教我這道菜 是要告訴我 就是說如果我這道菜 能夠做成功的話 對 我這輩子的人生 就 恭喜 恭喜 為什麼呢 因為做這一道菜 第一個 然後站在旁邊這樣慢慢地看 再來最重要的是 那我是完全很不耐煩的人 讓我們的貼音姐呢 對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 我懷孕的時候 那時候子強哥 因為他 他在拍戲 他如果他躲晚 他都會幫我買一杯 熱騰騰的 無糖豆漿 第一是 小孩子會聰明 是 然後第二是 因為 他一定會 他希望改良他的品種 對 結果跟他的孩子 算出來是比較白 對 說到美食 大家都這樣滔滔不絕 食指大陸 今天我們的美食咕咕樂 聽說來了 有泰式的料理 大家好 有什麼好餐的火燈 來繼續我們的 美食咕咕樂 各位觀眾朋友 這道霸氣十足的 太黃鮮魚卷 是以養殖三年以上 肉質Q彈有價的七星鱸魚 裹上鮮脆的鱸筍 淋上濃郁鮮美的大閘蟹 蟹黃料理而成的 到底這道這麼具有王者氣勢的 頂級料理價值多少錢呢 謝謝 大家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 豪華饗宴 泰式鮮魚卷 歡迎我們的小鮮 是新妹妹上菜了 太黃了 這是現今當令的 七星鱸魚來製作的 沒錯 一般的鱸魚一斤只要70元 而我們今天的七星鱸魚 一斤要200元 加上了我們的大雜蟹的蟹黃 蟹蟹黃 現在大雜蟹 一只四五兩要要價500塊 是啦 到底這個豪華又奢侈了 值多少錢呢 780 答錯了 再低一點 再低一點 680 這個價錢好像很接近 是有點經驗 恭喜我們的小玲姐答錯了 答錯了 再高一點 我吃定了 我跟你講 685 接近你快吃到它的魚頭了 真的假的 但是還是要 再高一點 好 再高一點 賭695好了 695 對 好像又有一點太遠 太高了 再低一點 這就幾塊 小玲姐 等一下 她在600 680 685 她是個很極力的數字 中間 極力的數字 用妳的邏輯 一路發 688 688 這麼激烈的數字 不會吧 會是這麼不可能嗎 對 到底是不是688呢 我們恭喜小玲姐答錯了 答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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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三塊 最高三塊 到底 答錯了 答錯了 就是妳一個人想用的 好不好 好漂亮 講一下口感 小玲姐 我相信她現在嘴巴應該是 它裡面包了 我幫妳拿 好好吃 我跟妳講 是 是 鮮有咖哩的味道 鮮有咖哩 然後呢 蟹黃 對 蟹黃 蟹黃的味道 對 這兩個都比較濃郁的對不對 沒錯 但是呢 它那個鱸魚卷 對 它是清甜的 你看裡面 鱸筍 都需要 對不對 那脆脆的口感 對 太棒了 加上魚肉的綿密 旁邊還有蝦子的感覺 對 就一口那個蝦子味 不吃的那個 對 還幫妳邊跳 真的 太帥了 它流出來 而且它現場其實是 沒錯 超好吃的 恭喜妳 可以取得到一個讚子 現場我們的來賓也不用灰心 我後面還有更頂級的料理 對 我們馬上進入我們的有夠站 美食秀 今天我們請到這個廚師 他真的很神秘 他人稱 流浪廚王 讓他來跟我們解釋好不好 馬上來歡迎我們的師傅 林詠芮師傅 大家好 好帥氣 林詠芮講述經歷22年 因愛美食而到處學習 因此人稱為流浪小廚師 拿手好菜式創意台菜 還有海鮮料理 好帥喔 師傅 有 你的衣服很特別 流浪小廚師 流浪小廚師 因為 我喜歡 所以到處流浪學習多樣化的 多樣化的美食 所以我們可以邀請你 到我們家來煮菜給我們吃 主廚到你家 行男主廚到你家 可以 可以 今天有什麼特別的料理 介紹給我們大家 今天享榮爆袋子的主食材為頂級的俄羅斯袋子 配菜有甜椒 青椒及鮮嫩的蘆筍 爽口的冬粉 調味料有高級XO醬 提色提味的蠔油 最後是決定這道菜味道的關鍵秘密武器 請問什麼干貝叫袋子啊 師傅 讓我們給我們的來賓有搶答的機會 可以的 請問 袋子指的到底是哪一種干貝呢 1 1 曬乾的干貝 2 2 生鮮的干貝 3 要發的干貝 好 7 想答 2 2 請問婷筠姐請作答 要發的 要發 請問一定要發 我們到婷筠姐答對了嗎 答錯了 另外兩隻是想答 小燕姐不好意思 美食當前我真的沒辦法進哪種錢 生鮮的干貝 沒錯 而且你們知道最好 還有最大的產量干貝在哪裡嗎 在哪裡 真的 俄羅斯 這個是生鮮的嗎 我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最近環境的因素 所以現在日漸地減少了 現在都被日本所取代了 所以現在最大的產量是日本 它連美食的歷史都背起來了 想不到 不只會吃 還很會說 就是這樣 好 我們來問一下我們的師傅 我們家綺跟道遠的答案是對的嗎 答對了 答對了 謝謝 帶子 帶子就是新鮮的干貝 是新鮮的干貝 好啦 師傅 我們第一個步驟 現在是要幹嘛 我們先 炸冬粉 用炸的 生的下去炸它會比較酥 也比較酥 酥脆 對 你用水煮 如果用水煮過的話 你對下去 它會會那個 炸冬粉 平凡的冬粉經過高溫油炸 到底起了什麼變化 我們先炸冬粉 炸冬粉 用炸的 生的下去炸它會比較酥 也比較酥 酥脆 對 你用水煮 如果用水煮過的話 你對下去它會 它會 這樣 對 不行 好像很爆爆米 它整個頭炸頭很大 好像冬粉變爆炸頭 真的 炸頭髮了 我可以炸炸看嗎 還有一個 一個可以炸炸嗎 師傅可以給桐桐吃看一個嗎 請問它的油溫是多少 差不多在120左右 120度 各位觀眾 翻身哪邊 翻身 翻身 好好玩 它這樣就熟了 好可愛 它很像爆米花 對 馬上就爆起來了 稍微讓它膨脹就可以了 就像蝦餅 好好玩 對 吃吃看什麼 很好吃 妳看好不好吃 很想吃吃看 它應該很像王子麵吧 沒有 吃起來很像是沒有加鹽拉的薯片 我們現場的來賓 來吃一下 其實有時候它擺飾的下面 這個樣子就很像黏菜 有些反動 很崩潰 板斗旁邊的擺飾會有一個 對 而且最主要它不油 好 那下一個節奏 燙干貝 來 我們的主角要被燙 主角出場 來 帶子 但是師傅 我們每次說干貝 干貝要煮的時候 我們都很怕燙它然後過牢 而且到最後在市場 它本來這麼大一顆 到最後我們一燙 變那麼小顆 我相信現場來賓一定有很多 過這種經驗對不對 又就要設施 現在來聞聞大家 好 請問 哪一種方式來料理干貝 才不會使干貝變得很乾澀 一 大火壞煮 二 放進熱水中浸泡 放進熱水浸泡 三 小火慢煮 想好了沒有 請想 拿 妳好煩 不要 小莉姐按到了好不好 對 好 就拿她 求妳 求妳打一下 她不會 對 因為我不會 我覺得 我覺得好像應該是二 什麼 放進熱水中浸泡 因為大火快煮我煮過了 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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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太快地收起來了 她好硬 妳知道很像那種 就是乾掉的強力膠 那妳為什麼不選擇小火慢煮 對 她變成什麼樣子 她就 她就慢慢地越說越想 也是越說越想 後來我就放了烤 我是有放了烤箱慢慢 很小火慢慢烤 她也是做到一個變 請問一下我們的師傅 小玲姐答對了嗎 答對了嗎 答對了 小玲姐答對了 好可憐 好可憐 沒有 謝謝 謝謝 而且小玲姐得到兩個讚 好厲害 原來是要放在熱水中泡 因為大火下去煮的時候 帶子生干貝它會 它會變成太熟 它的熟度過後會變成硬 跟開水熟的時候 我們干貝倒下去之後關火 讓它是用緊繞的東西 對 放下去 再滾了以後就關火 師傅要泡多久這樣子 用它的余溫 差不多在五分鐘 因為它原是透明的 但是我們現在 它變白色了 對 變實質的 變得很實在 很實質 很紮實的 它就算OK了 暫時告一段落了 所以不管泡多久 它都不會浮起來對不對 不會 對 因為它不是誰講 我們現在師傅已經把 我們的乾杯全部拉起來了 對 師傅已經很縮小了 對 可是沒有到縮那麼小 對不對 是 它已經熟了 它是被 有 至少你看起來 它還是很飽滿的 對 不像你們那種完全是已經縮的 它乾掉的 乾掉了 水分都不見了 我們要煎干貝 好香 還要煎 想煎那味道嗎 你這樣看過再煎 不會老 很好奇 因為我們下去煎干貝的話 可以 還要煎的甜點 我們剛剛拉材油水 水分放在裡面 鎖緊 鎖緊 很快 你看師傅站得多穩 都不怕那個油盆 開玩笑 流浪 流浪假的 只有愛 因為你煎它 第一個都要去壓一壓 師傅 對 師傅 你煎它的時候 需不需要壓一壓 把它稍微壓扁一下 不行壓 你這樣壓 會把它的湯汁給壓出來 真的假的 師傅 安神說是真的嗎 是 把煎的菜 煎的菜 把它炸到金黃色 金黃色 對 煎到金黃色 要一直這樣動 對 金黃色 黃金乾 這樣還會平均 這樣差不多可以了 差不多可以了 可以上來了 鮮梅 來 把干貝盛起來 而且要把油瀝掉 好香 我們在這裡已經聞到它的香味 對 鮮味的感覺 對 影響了它干貝的清爽度 真的是海的味道 對 師傅 你這個鹵水 已經放在這邊很久了 但是鹵水 我們要怎麼在菜市場飄 請問 好的蘆筍不會出現下戀奶 一種 二種 二種 不會 不會 一 鱗片緊密 鱗片緊密 蘆筍有點騙 二 就是上面的那個 蘆筍的頭 肌腹呈現紫紅色 呈現紫紅色 它是壞掉的 三 形狀 筆直 請搶答 小菱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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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定是妳的料理 奇怪 就是鱗片緊密 就上面它那個一定是緊 一定是緊實的 可是我沒有看過 基底層紫紅色 因為我覺得紫紅色 好像應該是很棒的 我一直以為 因為 我一直以為 你是 喂 還在補一槍 來 你看它的頭 這個蕭 這個緊 你看它的頭 你知道嗎 如果你再講的話 你的手就很可能會像 鱗片在這裡 沒有拉脫 我的頭 頭在哪裡 鱗片在這裡 這就鱗片 這就鱗片 鱗片緊密的 看得出來嗎 是 它這一定要這樣子 才會有 所以是2 鳳明潔有點懷疑 又有點確定的2號 基本呈現紫紅色 會是不好盧損的 頭在哪裡 鱗片在這裡 這就鱗片 鱗片緊密的 看得出來嗎 是 它這一定要這樣子開胃 5 所以是2 問一下我們的師傅 師傅 對的嗎 對的 很小 紫紅色 你當個當 我以前有小林九 她一三個在 我以前都沒有 怎麼辦 怎麼辦 看到有紫紅色的 對 我們常常看到紫紅色 我覺得那個應該是 而且在盆栽裡面有沒有 下面就是紫紅色的 紫紅色的 對 因為呈現紫紅色的時候 代表 代表 代表著它已經 太過熟了 氧化了 氧化了 所以吃起來會比較 比較 比較沒有口感 沒那麼脆 沒那麼滿脆 就會影響我們的口感 吃得很像甘蔗一樣 對 薄薄薄 好吃的蘆筍就是要嫩嫩的 會很清脆 對 對 在我們剛剛答題的過程中 我們師傅已經幫我們的 甜椒 青椒 紅椒都 全部都 全部是煎過了嗎 還是 炒過 炒過 接下來我們要幹什麼 炒蘆筍 小孩子要多吃一些青菜 而且五顏六色 不像道遠 每天都再吃肉 對 你自己也要注意嗎 因為它是生的 所以我們小虎 我們現在要讓它熟 加一點水 加一點水 讓它不要乾掉 對 現場的朋友們 我看到我的版本 沒有 師傅 這該不會是你自己雕的吧 是 這是龍頭 先加一點蠔油 是 讓它體會一下 好 我們現在的鹵水已經要起鍋了 我們剛剛加了一點蠔油 其他的調味料都沒有加嗎 只有加蠔油 好香 我們鹵筍直接先擺起來 打底 是不是 鹵筍打底 鹵筍 鹵筍來墊底的 那我們開始做醬料 做醬料 對 這邊都還沒做 對 我們開始做醬料 蒜蓉 蒜頭 加了一點點蒜蓉 多少 然後辣椒 辣椒 要多少呢 辣椒差不多三分之一匙就好了 三分之一匙 小黎給說看自己 然後沖斷 沖斷 也是少許 它是做醬料 它就是主食 接下來 先讓它爆香 先爆香 再加一點水 不要讓它乾掉 一點點而已嗎 對 不是 水可以用米酒代替嗎 米酒也可以 看個人喜好 個人喜好 來 阿倫也是 差不多兩匙 兩匙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是SO醬嗎 然後SO醬 一大匙 不加一點 我們還要 我們還要再加入一個 出現了 1 2 3 熊蘭里辣椒粉 這個辣椒粉 我知道 它其實它的口感 對 它的口感跟普通的辣椒粉不一樣 因為它帶了一點點的甜味 對 而且它那個口感是比較細的 比較多層次的感覺 對 而且很適合海鮮 沒錯 我們趕快來問一下師傅 他說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對的 這個有在嗎 這個有在嗎 這個沒有在 剛剛我們有在問問題 其實它很像我們馬來西亞 我們有一種香料叫 阿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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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阿桑 就是那種酸辣 酸辣魚 會下的香料 酸辣 你吸太動力了吧 不會 你是吃不到食物 用吸香料 真的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甜 有一個很特別的香味 舒服這個會很貴嗎 就一點點辣 一定是有甜味 這個不會很貴 有一點甜味 所以佳麗其實可以備一點這個 來取代一下七味辣椒粉 因為這個 參加這個下去 它會提味 融合在一起 不是我剛剛的量是加多少 3分之1就對了 3分之1的小 你的湯匙 對 小湯匙 師傅 我們每次都講 XO醬 XO醬 到底XO醬是什麼 對 請問 XO醬 是哪個地方的人發明的呢 1 香港人 2 法國人 法國人 3 英國人 英國人 請搶答 我住在香港 我應該是 覺得應該是英國人 天穎姐答對了嗎 答錯了 答錯了 他會叫高人 請搶答 2 小林姐 這真的是 薑還是老的辣 沒有 沒有 不太興奮沒有聽到 沒有 聽到 聽到 第一個直覺是香港人 可是 對 但是天穎拆了英國人之後 那我覺得 這就是還是下 就是香港人 到底他的答案是對的嗎 答對了 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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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這是醬汁調好了嗎 對 我們先勾芡 我們一點點勾芡 勾一點薄芡 勾一點芡 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 我們把這些 這些食材 干貝食材丟下去 直接這麼豪邁的倒下去 然後快火 快火讓它攪飯 好好看 這是一個廚席 翻過來 除夕的晚上 我們坐一道有沒有 這多漂亮 在桌上面 真的 有個大扇 而且又有龍頭 好看 好極力 音質又好甜 真的 你看我們的龍 開始騰雲駕舞了 好極了 真的 我們好吃 禮集料理 降龍抱袋子 來 好 今天我們的優勝者 就是我們的 小玲姐 謝謝 今天我們節目 我們的美食 我們的開尾 大家好 我對她真的很好奇 對 這樣子煮 然後這樣子煎過以後 對 它還是可以一樣的滑嫩 熱水泡再煎對 而且又有什麼SO醬 又那個小壓力的醬料 對不對 調製而成 什麼味道 真的 這樣子 是不是有小心它 不簡單 對 它居然是 又戀愛了 魏晨葉她包的SO醬 對 然後之後 一咬進去就要那種 袋子的 海的味道就出來了 海的味道 好棒 形容得真好 然後這個時候 再配個這種 青椒 紅椒 青椒 我覺得還有一種吃法 一定會很棒 對 對 這真的很好 超 這個在廣東來講 叫撈身 我還忘了一件事 什麼事 還什麼 地下 滾 滾 滾 這時候就袋子先不要吃了 真的 我也是食神 對 我老頭吃的 你這簡直是會飯的做法 完全不計形象 大口吃 真的 剛剛沒有吃飯來的 沒有 不用形象 因為資深藝人 是屬於靠實力 什麼感覺 我很好吃 這樣感覺是不用白飯 因為這感覺是取代白飯的感覺 對 真的完全沒有負擔 沒有負擔 就是不油膩對不對 就是眼神 妳該不會吃 什麼害羞了嗎 我們就自己去流浪吧 好怕 心理座 心理座 李小如姐這個是 從頭吃到尾 大獲全勝 能夠到食神獎的舞蹈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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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今天真的很感謝我們的師傅 帶來我們那麼好吃的 強烈包袋子 謝謝 今天也謝謝我們的來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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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一日週五 晚上七點半到八點 盡情收看我們的 新兵進行程